欢迎回到现场 那这次的奥运呢 其实我们刚刚有提到 就是这个黄金男双的李洋跟王岐霖 在巴黎奥运成功的二连霸 从小组赛就一路留胡子的李洋 在夺冠之后 终于把他这个胡子给刮掉了 5号的时候 晚上他在这个社群媒体的IG上 就发布限时动态 秀出他这一脸干净的帅照 李洋刮完滑指之后呢 其实就对着镜子露出了灿烂笑容自拍 他在比赛期间呢 有不刮胡子的习惯 他说这是一个仪式感 因此从奥运小组赛的第一场胜利之后 他就再也没有刮过胡子了 一度还有网友表示啊 希望能够劝劝李洋 把他这个胡子给刮一刮 好在赢得了金牌时 可以干净利落的上台颁奖 但是王岐霖马上就回 不能刮啊 原来原因就在这里啊 现在这个林洋配啊 王岐霖跟李洋 这次的夺金 就是台湾啊 全国上下举国的欢腾 今天就有便当业者发出了祭品文 便当连续三天 免费加菜 民众的小确信表示呢 沾领阳配的光啊 而且台风过后的菜价高涨 使他们认为这样子非常划算 我们这次的活动啊 就是从今天开始到8月8号 一共三天 我们要庆祝我们的奥运啊 羽球男双得到金牌 这是我们创纪录 第一次拿到二连霸的一个纪录 好 那因为今天 这刚好遇到一个感恩的季节 四八节 所以这两个活动加起来 我们决定做一个 我们每天就是来 我们这买便当 就是免费再说送你一道菜 这样子的一个活动 成本一定是很高的 因为我们现在的青菜真的很贵 所以我们真的是下重金 然后希望说帮全部的民众 庆祝的同时 也帮爸爸加到财这样 我平常就都会来这边买便当 然后刚好遇到这个活动 就觉得蛮 就是有一个小确幸这样子 就蛮幸运 然后沾沾喜气 这个主餐 我觉得它的主餐蛮好吃的 然后再来就是茄子 然后青菜 花椰菜跟蛋 这要经营有活动 没有来这边才知道的 就是有加菜 这样很划算 他说有爸爸姐 然后重点是 就是庆祝我们林阳 林阳德金牌 现在那个台风天锅 菜价蛮贵的 多一大菜 当然是很不错的 他连8月6号到8月8号 都有免费加菜 庆祝我们德金牌 非常划算 省去了很多的菜钱 除了林阳配之外 其实中华都有很多的好手 也是受到瞩目的 这个田径的跨栏美少女张伯雅 2号在巴黎奥运 女子100公尺预赛 跑出了11秒88的好成绩 有网友就发现了 21岁的张伯雅 拥有阿美族的血统 身高165公分 长相相当的甜美 神似香港女神朱英 张伯雅这次自己外卡的身份 第一次登上了奥运殿堂 虽然她无缘近期 但也是中华队 自从1996年 风俗女王王慧珍之后 史上第二位 在奥运殿堂 跑进12秒内的 台湾女子短跑好手 张伯雅就乐观地表示了 希望下一届的奥运 能以自己的主项参赛 那这一次呢 其实刚刚有提到 这个8月8号要打四强的 这个拳击好手林玉婷 因为她被这个国际拳走 莫须有的抹黑性别争议 今天立法院的副院长张启辰 也站出来力挺她咯 最新情况 我们把时间交给陈佑 好 直播 中华队的全级好手林玉婷 连日来是一再的被 质疑她的性别的争议 那么尤其是国际奥会 一再的去质疑 昨天国际奥会 也是出来开记者会 可是你拿不出任何的证据 那么这一切 不就看起来都只是在 抹黑林玉婷吗 那么今天立法院副院长张启辰 在参加活动的时候 也是站出来力挺林玉婷 我们来听张启辰的最新说法 我们绝对是支持她 她是我们的国家代表队 也是奥运资格认证的 所以我希望大家 共同来挺林玉婷 让她发挥她的实力 我想一切应该是要 让实力来说话 不应该有任何政治的干预 那国际的赛事 大家应该关注在选手 在舞台上面的表现 就好像昨天我们的林洋配 他们拿到了金牌以后 我想他们的发言 大家应该好好来听 她说很高兴 大家能够凝聚在一起 来关心他们的比赛 她也非常的欣慰是 大家能够因为他们的比赛 凝聚在一起 所以我想国际上的赛事 尤其是奥运上面的赛事 也是我们凝聚国人的机会 大家应该共同来关注 我们其他优秀的选手 可能可以听到张颖晨是指出 全力的来支持林玉婷 同时也喊话林玉婷 绝对要用实力来对抗这些抹黑 这是我们掌握到的最新状况 大家都说我变漂亮了 其实是气色好 肌肤保湿做得好 气色自然漂亮 我选择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因为它用国际颅慧协会认证 高品质的库拉索颅慧 还有大量的粘多糖体 类似于玻尿酸 可以帮助锁住皮肤水分 让肌肤长时间保持水嫩 还运用TTS技术 增强颅慧的生物活性 修护舒缓日晒后的各种不适 KS皇家呵护 颅慧保湿舒缓凝胶 帮助您随时拥有水润肌好气色 客户您 客户全家人 专属你的KS Loyal Care